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南风是先到的 南风是一个五级的女坛 瑞切有点危险 他现在是一个小男儿 他现在也不用交产线了 这波的话是直接抓到了他 他走的位置其实有点奇怪 这肯定是一个会报 会报夹的位置 但NIP这里还想再抢一抢 试一试能不能抢到呢 对 因为位置没有大招了 来 先给他一个大 然后在这偷了一个女坦大招 效果好像还行 但是这个先锋看起来应该是捡不到了 对 不过他大招没转好 这个位置在河道 海色闪过来想留谁呢 反正南风自己拉到了 南风是没有闪现的 南风有一点点危险 但是反而Gym自己血量下的更低一些 先击杀乐颜之后 在一个W闪 小龙王想要杀南风 南风应该是走不了了 看着人头给谁 应该是想要给塞拉斯的 瑞确是选择直接踢踢上线 但是殊不知危险就在前方 他马上就要变大了 有没有操作空间呢 乐颜是有大招的 直接闪现躲了GQ 但还是被禁锢了 这一拍直接拍了两个 不过乐颜依然是有大招的 转入在扛塔 等一下下路 余子从是对拼 这边是拼掉了一个阿颂 现在上路三人为偶 终于是击杀掉了这个瑞雪 但是瑞雪又是你 他现在是没有闪现的 能过墙吗 过不了 直接被钉在原地 再见了瑞雪 没进化了这波 但是他没有大招 控制到他了 是的直接锁头 他也是有一个水晶线 他的任性也比较高 自己 这波只剩瑞奇一个人 没有出装备 闪现躲个中备大招 回头一个太阳药班 也没有打中 看这条龙在放 龙魂的压力会很大 有没有机会让乐颜抢一下呢 QB顶在前面 QB扛在前面 先看一下龙的血量 3600 两个人进龙坑 三个人进龙坑 这一指没有指道 勒被扣住了 勒被秒了 勒被秒了 QB切到后排 他现在大雷下大的 波提克 这个龙先是让 先上小龙宝拿下来了 那QB再见了 因为他是没有闪现的 你来我往 导致在18分钟这时间 免心力属于是 又找到 又找到小龙宝 没闪现 但这个猪好肉呀 猪皮 猪皮 然后再加上一个余震 但是这猪能走吗 猪走了 后面有一个G G切到后排 小查宋 但查宋血量 还是比较正 还是比较健康 真的健康吗 一个飞盘 来回的飞盘 直接杀掉了他 想上车 一丝血 上车了 逃走了 但是QB能走吗 QB好像 有一点点难 不要出现在 不要出现在前面 他如果出现在最前面 找到了 卓 卓是没有闪现的 这个大头 可能就没了 这人头还 转大龙 给压力 但是小龙宝 这里直接开团 他开的是个男风 然后再给了一个 腐败左链 一技能拉上去 拉到的是一个 QB 这个车 开到前面 反而自己有点危险 他的血量 下到了一千左右 赶紧选择 把身位给拉开 现在奇怪 开启一个大招 想要继续追吗 要不算了吧 现在左边血量 都不是特别多 这TP交了 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箭在不打龙 就没有机会了 因为你现在不打龙 那对面拿完这个土龙魂 再过来的话 就更打不了了 对 但是这可能是一个 但这个打龙 说实话 打得有那么一点慢啊 对 哎 选择直接开团 开到的是谁 开后台 开到的是一个 后台 但BOTIC 但BOTIC拉开了 拉的位置非常的远 不过在正面的话 小龙宝已经先行阵亡了 Cube状态也不是很好 RICH来到正面 是一个小娜尔 DREAM顶在前面 先叫一个金身 BOTIC还在输出 这波南风 血量不是很好 南风被秒了 DRIVE还在拉扯 阿苏现在自己的动弓 也已经被打出来了 双C状态都不好 哎 等一下 闪见E拉到了 一个W回口血 不过打出一个救赎 凌云的盾 怎么说呢 DREAM DREAM还是阵亡了 不过BOTIC 他没卡了一下 视野 PK 净化解了一下 双双殉命 1 2 3 4 再来一次 但小龙宝 是有机会 这个龙打的速度还挺快 先控制小龙 但他已经被打断了 拿下了 他的Q被南风给挡下来了 南风应该是要死了 但是其他人坐车走了 兄弟 小纳尔怎么又是你 瑞奇二连跳 交闪线 交闪不杀 江湖规矩 再见 乐园在旁边 稍微给点压力 但是这塔已经没血了 这炮车应该就可以 推掉 小龙宝 这个位置顶上去 直接融化掉 而FALL这个 卓尔也被逼了个闪线 瑞奇要变大了 这不想要反打吗 南风的状态不是很好 GIMU也赶来了 瑞奇在下出现 小龙宝也出现 先锤一头 但是也就刚好把这个猪皮锤破 他们找到的是一个Q 但是Q直接带你回家 现在并没有直接动龙 乐园走着有点危险 直接Q过来是一个小炮台 乐园有点危险 在上场之后 反而是Q不自己吃到了 这个猪皮的大招 他选的直接开后排 普提克 普提克被秒掉了 第一时间瑞奇并不在正面战场 普提克被秒掉之后 正面可能有点去输出了 这边在下有一个拙 GIMU他有机会可以操作吗 好像没有 乐园拿到了这个中阶人头 而是准备了一波 绝佳的开团机会 直接拍 要拍这个GIMU 但是他W没有拍到 而且Style身上打出了一个救助灵刃 这个大天使的 盾救了Style一命 反而是这边小龙宝 自己有点危险了 这边准备杀猪过年 来看一下这波怎么会让色炎开到了Fotig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左边是五个 右边是四个 第一身瑞奇没来 然后再加上这边Fotig被开到了 是破了他的盾 他的盾第一前开到之后被破掉 然后再被乐园给Q回来 比如南风拿下这个中阶人头 主要他们这几个人正好都站在这个狭小的I口 没有拉扯一下 给到了一波绝佳的开 这双龙会确实有点遭不住现在 但有点防不胜防 直接要开 开军 而正面战场的话 感觉这波团战 而也可能要输 而且这一个大招过来 天霸横空裂轰 锁到是一个乐园 拍三个 小龙这边的一个 拍了三个人 圆鼓楼团双龙会 你们全部都要还回来 我们看一下这波 这波抢开没问题 因为 如果说他这波双龙会只破一路的话 越来越来越亏了 但开的这个位置属实是 队友完全跟不上 而且风景一直在输出 对小龙宝这一个大招 封锁了所有人的进场 然后再看 副歌 直接拍 拍三人 拍两个在墙上 主个也是闪现过来 给了一个 唯唯诺诺一整局 只等这一刻 因为两枪龙是错开时间 有一分钟的时间差 所以可能还是要先打 这个远古龙 所以我们一个人扛在前面 还不要动 直接开 开到了 开到十个样 破这个阶段掉了 但是后面来说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边变大的一个打 拍到两个人 不过输出 已经跟不上了 君以死雪交出一个闪现 君应该也是有点难走的 走不掉了 给了个惩戒 一技能 拉一下 旁边有个TP 就这么结束了 他这样的话一波了呀 就这么结束了 什么这样开 这样子不讲道理的开团 一波两三折啊 就没有想到 这么一整把 本来以为是什么机型的龙团 忽然在中间一开 Fortic被开到 直接结束了 而且Fortic闪现都没来得及交 对 瞬间融化的 还剩一个猪妹 猪妹想要去守这个线 还是比较难的 卓哥也在回程之中 刚做出的大面具 还没有武热 还没有怎么打伤害 比赛就已经结束了 给一个手榴弹 再给一个W 但是当独自玩A的继续推进 我们恭喜RA 获得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这一局真的 好 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